发生在意念体次元的问题 意念体次元能在我们化身为人时 把宇宙的创造冲动带进来 并伸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如果导管畅通 我们的一生不但有清晰的目标 也会拥有热情和力量来完成这个目标 导管的能量在向下个次元走 我们也因而可以透过自己的人格 及此生的作为 把人生目的显现出来 不过如果意念体导管不畅通 或显现神圣计划的三个重点不相通 那么创造冲动也会扭曲或堵塞 导致各种不同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持正面意念的能力 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困惑 有许多冲突欲望 杂乱的意念 不论是内在及外在 都表现出目标不一致的现象 比如说导管上的第一第二点 也就是各化点和零坐点 发展良好 使我们拥有清晰的人生目的 和满腔的热情 但第三点 单甜点 只要有一点小缺口 我们就无法从大地获取精力 因而无法完成此生的使命 同样的 即使我们拥有满腔的热情和精力 第二 三点 但若各化点 第一点不通 就无法得知此生有何目的 换句话说 就算我们通过了各种阻碍或考验 但若无法与神圣目的相通 那么 无论人生多么有成就 都会产生未能实现自我 和不满足与失落感 写到这里 让我想起《黑客帝国》这部电影 男主角Neo 被大家认为 是能把人类从幻境中 拯救出来的救世主 他有一次去拜访一位预言家 想请他帮自己找到人生使命 然而 在两人会面时 Neo却因心生怀疑 而未能领悟到自己的使命 所以预言者告诉他 他不是救世主 他说 对不起Neo 也许等来世吧 一指Neo本身 没有与自己的使命感应相通 我记得 自己听到这句话时 有着很切身的感觉 我心中暗想 也许这辈子走几十年 还找不到自己的使命 就别提在仪式 能完成它了 体认到这种可能性 让我感到很难过 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意念体 意念是创造冲动的 一种比较低频的呈现 虽然创造冲动在原初时 是一种纯粹的正面意念 但到达意念体次元 却可能歪七扭八 正面的意念 可能扭曲成负面的意念 或正负混杂的意念 使得我们在人生中 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 也导致人生的各种冲突局面 简单地说 创造冲动成了意念 意念在透过个人的思想 情感和行动进行创造 而正是这些思想 情感和行动 提供了信息 反过来 让我们了解 意念体导管畅通的程度 如果导管不畅通 原初的创造力 就会变成负面意念 于是 我们就会在人生中 创造痛苦 而非快乐 也就是说 我们是透过扭曲的人生目标 而创造出扭曲的现实人生 所有个人及人际之间的问题 都出自于负面 或正负混杂的意念 意念混杂时 经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或者 就算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无法完成它 更糟的是 负面和混杂的意念 使我们无法了解 自己真正是怎样的人 而且 我们还会创造出一大堆 无法带给我们教训的苦难折磨 意念体次元扭曲后 悲惨结果之一 可能是 我们永远不知道 自己是谁 以及此生为何而来 或许 更快更坏的情况是 痛苦可能来自 我们明知此生的目的 却从来没有全力以赴 去圆满完成 还有一种悲惨结局是 很多人从来没有领悟到 他们惨痛的人生遭遇 其实都是自己的负面 或混杂意念造成的 他们受苦 却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 他们责怪别人 或责怪命运 这种情况 会让他们一再受苦 直到他们看出 人生遭遇 都是自己创造的 目的是为了学习 如何与真正的自我 重新连接 各化点出问题 漏斗状的各化点 可能堵塞 扭曲 或与导管上的 其他意识点失联 看起来像被一层乌云遮盖 这么一来 本体向下降的能量 无法流过各化点 结果 我们就不会知道 自己是谁 或为什么在这里 屏障各化点 会导致对人生 抱持嘲讽的态度 也不相信 世上有神 或比人更大的本体存在 和自己及别人 和别人的神性疏离了 这种屏障现象 可能是我们前世 带来的业 或今生创伤的 浓密能量造成的 比如说 也许是我们在小时候 被大人强迫相信 某种神或某宗教 但在我们软弱时 却发觉 他不太管用 既不和善 也遥不可及 我们有求于他时 他并未响应 于是 我们就认为 他不存在 当我们关闭了 与神灵 神圣灵性相通的大门后 也等于同时 赶走了 我们自己的神圣部分 我们对自己和宇宙的神性 产生很多怀疑 最后终于走到了 对神性或灵性 没有感觉 了解或信仰的地步 我们相信 只有肉体 现实和物质世界的存在 相信人死了 就一了百了 只要各化点 不清朗畅通 我们就无法接收 接纳 或与能量体 次元的高层自我沟通 我们不再祈求 人生的指引 甚至可能 怀有负面的形象 或概念 比方说 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狗咬狗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世界 由于创造性的 生命力堵塞了 于是我们昏昏噩噩地活着 等待死亡 来了结一切 可是我们还是害怕死亡 因为那表示 我们不再存在了 这时候 有人会开始回头 寻找自我 希望在死亡中 找到平静 另一些人 则紧紧抓住 人生不放 就像他是一种 可抓得住的实体 丧尸对神性 或灵性的感觉力 会导致另一个 严重后果 就是不相信 他人有神圣的本性 所以也看不见 别人的自性本体 或高层自我 只能看到 别人负面的部分 我们无法摆脱 防卫的心态 自然就很难 保持正面的态度 这么一来 不能用正面意念的清流 去净化自己浓密 而沉重的生命 态度上 自然冷嘲热讽 变得 愤食忌俗了 灵坐点出问题 灵坐点 是让我们终身保有一股 渴望之情的所在地 随时提醒我们 人生 不只是度过 这个肉体的生命周期而已 人生还有更大的目的 灵坐点 有一股微妙 持续又热烈的冲动 促使我们非常热情地 奉献自己 以完成人生的目的 灵坐点的意识 像是激情的状态 推动我们去创造 去体验和拥抱人生 快乐地迎接人生 所带来的一切 然而 在真实的人生过程中 灵坐点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首先 连接上面各画点的导管 可能被阻断 导致我们无法觉醒 自己有神圣的本性 和人生目的 此时 如果丹田和大地 仍有强烈的连接 我们很有热力 也很务实地过日子 但是 却缺乏清晰的人生目标的指引 不能与各画点相通 就等于切断 与自信本体的连接 不知自己内在的灵性 结果 灵坐点 那股追求灵性生活的热情 驱使我们整天向外求法 向外寻求灵光觉醒 我们不断去找灵性导师 参加各种灵性活动 却不知 踏破铁鞋 无觅处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灵坐点 另一个问题 是因为某些人生经验 屏障了光芒 我们都曾被人指出 没有充分发挥潜能 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 我们从创伤和负面的自我形象中 发展出自己的个性 相信自己并非光芒四射的人 甚至还披上了幻想的自卫盔甲 种种的负面能量 如忧郁 羞愧或自尊低落等 遮蔽了灵魂宝座 使得本来想透过我们的人格 思想 情感 而绽放的光芒 暗淡下来 于是 失去了看见希望的能力 并且放弃找出自己是谁 因此没有充分发挥潜能 如果此时和各化点的导管被阻断 使得我们无法接收 从神圣本体流出的高频能量 那么灵作点的避障 形形就更严重了 最后也无法把来自丹田的生命力 转化到行动之中 另一个情况也可能是 我们的各化点和灵作点 虽然畅通无阻 但丹田处却阻塞不通 这时 问题不再是不知人生目的 或是感受不到完成人生目的的热情 而是我们无法凝聚精力 去实现人生目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力被阻断了 这种情形可以在灵性很强 也很有热情的人身上看到 他们就是无法把这些 与生俱来的天赋实践出来 如果丹田不通 那么上升的地气就一定受阻 地心能量的作用 就是要帮助我们 脚踏实地地生存于肉体 和物质世界之中 这种丹田能量不通的人 很难把天赋的灵性 固着在此时此地 或说定牢在肉体内 他们优柔寡断 对许多事严荡不决 也无法专注或定下心来 完成他们想做的事 这种人的肉体 无法与本来设计好 引导他走过此生的灵性渴望 相结合 导致他的存在 与人生目的产生了分裂状态 丹田出问题 丹田储存大地能量 以供我们运用 使我们能以行动现身使命 把体内的热情发挥出来 然而丹田也可能变得扭曲 挫折或受伤 导致我们在汲取生命能量时 产生严重的紊乱现象 对自己的肉体也没有安全感 如果丹田在意念上 意念体导管上受伤或受阻 我们几乎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既缺乏生命力也缺体力 通常又会发现个性中 有许多自我防御倾向 一旦有自卫性格 现实就会被扭曲 我们就得与扭曲现象 而产生的幻象奋战 丹田有任何损伤或堵塞 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复原 过去几年来 参加疗愈集训课程的学员中 就有许多人 有着这种丹田紊乱的现象 我们通常建议他们 做些加强下盘的练习 在课堂上可做落地生根 安住当下 练习或生成的呼吸 自己在家则可练太极拳 或气功等武术 用沉稳的肢体运动 或升华呼吸法 把能量由地心引进丹田 让人觉得在自己的体内很安稳 丹田除了本身受伤或堵塞之外 也可能与垂直的意念体导管 产生偏离现象 这时丹田的位置 就不在身体的正中央 而可能偏左或右或前或后 这种偏离的现象 显现在肉体次元上就是背痛 如果丹田的位置太偏前方 骨盆就会后倾 我们会发现自己冲得太过头了 如果丹田的位置太偏后方 骨盆就会前倾 呈现一种太过自我意志的偏离状态 表示此人有所保留 或不愿完成人生任务 所需的热情和行动 付出实践 如果丹田位置太偏向右边 就会太过激进 因为身体的右边属于雄性 表现积极进取的能量 如果丹田太偏左 我们就会倾向只做个承受者 因为身体的左边属于雌性 包容 退缩或接受的能量 此人的表现能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丹田也可能与地心隔绝 当然 这会导致肉体很不稳定 不能安住在地球上 如果脚下没了来自大地的力量 优于无坚实稳固的基础 行动起来 若不是毫无实力 就是会连栽跟头 这就像我们脚下 踏着一块会移动的地板 连站都站不稳 想在旗上载歌载舞 自然会出问题 本书的人格结构学中 提到了好几型人格 都是这类型的例子 比如控制型人格 丹田和地心可能断了线 他们出于自卫 而对别人的攻击行为 几乎都是没有根据 完全出于不实的幻想 因此产生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显现的意念问题 当我们活在畅通的意念体质中 一直我们的各化点 灵作点 丹田点 都在一条垂直导管上连接 并且也与地心相连 是处于正面意念的状态 如果这些点 没有一个是相通的 通常就表示 自己处于自卫心态中 被低层自我掌控 戴着自欺其人的面具自我 这时候会体验到 自己所作所为的负面效应 如果有些点相通 有些点不相通 我们与他人之间 会有许多争执 而这些争执 是从自己内在 相互矛盾的目标 衍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有相互冲突 或正负混杂的意念 就会发现 自己创造不出 自己想要的事物 要不然 就是无力完成它 内心中或工作上 或家事上 都有预示拖延 或不尽全力的现象 在团体里工作时 也常有人际关系的困扰 或部门之间的冲突 这都是因为 大家在工作时 采取相互矛盾的态度 以致引起误会 困扰 竞争 毁约等情况 每个人都有一个意念体次元 如果彼此的意念体次元 能和谐一致到相当的程度 那么 无论是神圣的目的 或者是平凡的目标 我们就都能达成 如果彼此的目的不一致 当然 无法达成任务 过去这十多年来 帮助大家了解意念的重要性 一直是我们主持疗愈训练课程的重点 很多人都不了解意念 对人生有重大的影响 同样的 很多人也不了解意念体次元 以及畅通的意念体次元 具有多劲爆的力量 它让我们有能力了解 并选择自己的职业 创造并展现梦想 因为这与我们终局渴望 所揭示的人生真正目的是一致的 一条健康的意念体导管 是位于我们身体的正中央 这条垂直完整的导管 充满活力 并且伸直地心 导管上的三个重点都很平稳 沿着导管彼此相连 如果所有的点都相连无阻 那么这个人就在生命之流中 并且活在当下 此人会对每件人生琐事 与背后隐藏的更高意义之间的关联 了然于凶 毫无困惑 也能与宇宙目的连成仪器 一贯相通 反之 导管不和谐到什么程度 就表示负面意念严重到什么程度 在人生中创造的痛苦 也到那个程度 也许有人会问 有没有办法去了解意念体导管 是否畅通 做法很简单 试问自己 我是不是常在争辩 这不仅是指与他人争辩 也包括在内心与自己争辩 如果你真的如此 那么你的意念体导管 就不畅通 这不是说我们不该有不同的意见 重点不在争论 而在自卫的心态 要记得会顶嘴回骂的人 他的意念体导管也同样不畅通 意念体次元 能让能量意识了解 并完成我们今生来此的任务 这需要我们抱持正面 清静的意念 才能让原初创造的通动 流动无碍 这点对我们是否有自我成就感 是个关键 清静的正念 让我们清楚人生目的 和应有的行动 没有了它 不但产生很多困惑 也不能确定 人生各层面应有的作为 此外 意念不清静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体次元 而损及思想上 情感上 以及肉体上的福气 拥有清静的正念 并不是说 我们就永远处于高层自我的状态 但表示 我们能接收到 更高振频的本质和能量 以共振的方式 来解决一些低振频的问题 就像前述的点烛光 便无需费劲 取驱逐黑暗的例子 把高层次的灵性之光 带进较低层次的思想 情感和肉体内 就能轻而易举地 化解难题 或寓意疗愈 如果我们用正面意念 替代负面意念 就能打 就能把负面意念释放出来 并永久地转化它 我们便可放心 不设防地 在人生道路上迈进 但如果 我们只一味 释出低层自我的负面意念 结果很可能是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或引起病痛 如果发现自己 不知该走什么路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 正负意念混杂不一 抵触了人生真正的目的 这种情形 会妨碍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使我们无法创造 渴望的事物 所以 如果想顺心随愿地 发挥创造力 必须找出自己 混杂的意念 并且用正面的意念 把杂念驱除 如果我们没有稳固地 扎根于地球的现实世界 并且活在当下 譬如 陷入负面的自卫心态 那么 我们就无法直接接收 自 从自性本体流出的 创造能量 意念体次元 与能量体次元 都会出现扭曲的现象 如果我们选择 以自卫的心态 来保护自己 那么 我们就会创造出 需要防卫的现象 这么一来 就不可能 坦然地活在当下 接受一切新的可能性 正如同创伤经验一样 自卫心态也会冻结 我们的创造力 自卫心态是出于负面意念 只因为我们唯恐伤口 会暴露在外 就是因为这种负面意念 反映在意念体次元 使得我们无法自在地 做真正的自己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我们在人生中 所创造的困难 也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要不是我们把烦恼 带进了生活中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该怎么做 才能帮助灵性的进化 我们存在于 一个可由失败 走向安全的系统中 这个系统 透过我们所有的次元 不断提供一些 实实在在的东西 让我们能赖以回归本体 这不是极其美妙的事吗 也许有些人 还是不以为然 要记住 如今我们人生中 正在出现各种事情 这些事情被创造出来 我们自己也有分